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学生来探讨一些大学生关心的议题 或者他们当中的生活趣事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是我是活动咖 到底什么是活动咖呢 我们知道在大学校园里面 有一群学生除了本身的学业之外呢 还专加很多的社团啊系学会学生会 甚至各个系他们还有一些本身自己的活动 比如中文系有中文之业 物理系有物理之业 然后他们还会参加很多的营队 那这种学生呢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叫他是活动咖 因为在各种活动当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来三位大学生 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活动咖 那邀请他们来现身说法 那首先在我左手边的这位是世新广电系的小扁 小扁你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扁 接下来是政大共询系的Tim Tim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是政大共询系的Tim 这位是台大中文系的金晶 金晶你好 大家好我是金晶 好我们知道各种活动咖他们本身都有一个特色 他们不但身兼素质 而且多才多艺 有人会演戏会玩band 还有人会跳舞会唱歌 甚至还有人会活会魔术表演 那我们先先来访问这些活动咖 到底你们擅长是哪些活动 又办过哪些活动 我们先请小扁来讲一下好不好 我本身就参加了三个社团 参加三个社团 你三个 热舞社热营社 然后还有摄影社 那你是行程都排满满 还满满的 还满满的 一周你活动时间有多久 参加社团时间 每天吧 几乎都是每天 每天放学就跑社团 放学跑社团 除了念书以外就是社团 对然后可能就是假日还要去 当别的学校学生制片的演员 还当演员 那真的是活动很多 那我们来问一下Tim 那你本身参加过哪些活动呢 其实我在系内的系外都有参加 系内其实就一般系学会 然后包括像我们学校所办过音乐竞选奖的比赛 那我本身也是网球校队 然后我也参加很多校外的志工服务 还有一些校外的一些活动 担任一些带领大家做活动的一些领导人这样子 那听起来你是触角声很大 除了校内外 校外也有 那你刚刚说到你有担任志工的部分 那除了 我刚刚看到你这边资料 除了在国内之外 你好像他国外去当志工 是是 是有这个经验 是像那一次我们是到一群朋友 一群政大的朋友 大家一起集合之后 就到菲律宾的一个山中 那个山中叫Po Panga 是一个深山里面 深山里面的一间国小 我们去帮他们建围墙 因为国小穷到没有围墙 那我们大家就 直接大家就这样一起去了 跟一个教授 然后一群同学一起过去这样子 好 我们的同学活动不但在台湾 而且还扩产到国外去了 那我们问一下金晶 你在大学生洋当中 你参加过哪些活动呢 我大概是打球队 就是系上的篮球队 还有学校的橄榄球队 打橄榄球 看你身材还蛮壯的 真的是 那你打橄榄球是打哪个位置啊 我打前锋啊 打前锋真的还蛮适合 那除了球队之外呢 还有系上的 系学会有一些活动 就是我觉得 然后校外可能就只有些体育性的社团嘛 游泳会啊之类的 我也看到金晶的身材很好看 就是体育活动参加的很多这样子 那我们接下来问 这三位活动咖 那你们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呢 为什么你们当初会想要成为活动咖 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们开始参加这些活动 我们请那个金晶来讲一下好不好 为什么当初想要参加球队啊 我比较想要讲我参加活动 参加好可以可以啊 那就分享一下 我以前高中就是办活动啊 高中就办活动 高中的社团就是康复性质 然后大学生的营兑活动比较多 那变成说大家上大学没有经验 然后就是好像会问说 有些事情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有人会问我 然后我不小心就讲出来说 这个就这样子好吗 有这个经验 所以就不小心被拱上去了 有可能就是不小心被拱上了 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有点群众压力 说你明明就会啊 就是你了 就只好就当这个责任 听起来你还蛮无奈的 也还好啊 可是你在 虽然你是听起来迫于无奈是参加活动 可是现在你在活动当中有些 还蛮有趣 或是说会让自己很开心的经验吧 应该有这些经验 一定会 不然我可以退掉我说不要 那那个Tim呢 为什么会想要 对啊 为什么 什么样的机遇 而且你触角还是到国外去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们高中 其实懵懂无知啊 不像晴晴那么厉害 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有办某个活动 可是我一进到大学之后 那时候第一天的迎新 我看到 哇 学长姐每个宰哥宰武 在台上整个宰哥宰武 我就 就是他 我就是要变这个样子 从那边 又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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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变成说我开始自己去做 然后开创出自己觉得自己有一片小天空这样子 是 所以你参加这些活动 你会觉得说 你当初是把学长姐当中模范 会想成为他们的样子 是 那你在中间有学到什么东西吗 其实 你真的有变成你想象中那个样子吗 还是就进去以后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吗 我觉得进去之后跟我本来想象不一样 但是不一样是往正向的 我觉得我学到的比我本来想象中更多的东西 因为其实办一个活动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除了自己要感秀爱秀以外 这更重要是整个沟通协调 然后整个活动的整个统筹 然后分配 甚至跟人一些意见不合的部分 你该如何去怎么指导他们做 甚至说你当一个小螺丝店的时候 当你的头上的组长还是你的队长 他们的意见跟你不一样的时候 你该如何去协调 这些能力在无形之中 我觉得对自己都是蛮加分的 所以你在中间学到很多的经验 那小扁你为什么当初会想要成为活动卡 不但今天三个社团 而且一个礼拜的时间排完 而且还去参加电影的演员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社团是因为 就是自己本身都有兴趣 然后就是从高中延伸上来 就是自己就是玩乐团已经玩了三四年有了 你玩乐团你是担任哪个角色 贝斯手 贝斯手 对 然后可是对我来讲真的是有点吃力就是了 真的吗 你不是玩了三四年 对啊 可是就是还是爱美啊 就是可能 就是少如果长检就赶快保养一下这样子 那你在玩乐团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团队嘛 那你觉得你在团队当中跟团员的互动 或是你们练习的情况怎么样 我比较就是比较默默的 可是就默默的在操控 默默的 比如说要选歌 然后我就会 就可能我不会刚刚讲说我特别想要哪一首 可是如果他们提出哪一些 我可能如果真的不喜欢 我就会说不要不要练这个 所以你其实你们在中间也学会 像刚才Tim讲的沟通协调 好那小美我想请教你 那你刚才提到一个蛮特殊的经验 就是有人找你去当演员 那是什么样的机缘 因为自己本身科系的关系 然后就你知道学长姐 就是没有钱找那种线上演员 她想说那就拉个学妹学弟妹来演就好了 然后就想说 就是也有兴趣啦 然后我想说 自己幕后幕前都想尝试看看才想说 知道自己到底专场在哪里 然后后来就是你知道台湾 就是传播界很小 然后就是传到台中的学校 然后就帮他们拍了一个毕业制作 然后我想说也好啊 那我就到台中 没去过台中我就去玩也好 所以你是参加活动的同时也累积自己的经验 然后包括去玩也都是 对啊 可以扣通事业 好那我们这 这段情绪先到这边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呢 再继续跟大家探讨 这些活动咖 他们的特色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会成活动咖 他们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或者说他们有什么样的 比如说负责任 或者比如说非常的热血热情这样子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蓝游凌 欢迎再度回到觉醒校园 我们今天谈的题目叫做我是活动咖 那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些大学生活动咖 在大学校园当中 他们有酸甜鼓勒及叮叮滴滴 刚才我们问到 这三位来宾都非常有很多很丰富的活动经验 不过呢 我想要请教三位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们觉得你们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是让你们去可以一直持续参加活动 然后把档期都排 把时间都排得满满的 像这种参加这种活动 那你们参加这个活动说 因为你们人格特质 你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是多样是在幕前呢 还是幕后的呢 还是说都是 比如说当主持人 像这种比较光鲜亮的角色 那我们先想请精进来回答一下 因为精进来刚才跟我们讲到 他在高中时就有办很多活动 那你从高中以来都扮演什么角色 我高中的时候 我小时候比较爱线啦 现在也还是啦 不是啦 没有高中都是多在幕前 因为那时候他们看我表演什么的 我是搞笑嘛 那你都表演什么 相声搞笑 小学的时候讲过相声 小学国中的时候讲相声 然后后来玩同军团之后就开始 有一些表演的康复性的 然后像是演戏啊 演戏演比较多 然后大学之后反而幕后大概比较多 所以你是幕前幕后都做过 因为幕前做久了 总是会想要突破一下 就是尝试一下别的活动 不然每次大家看到我 我又觉得很烦 那你做幕前跟幕后 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幕后比较累 幕后比较累 对因为帅都是幕前在帅 然后前面都要 大家拍手叫好 说啊表现很好 然后幕后没有人知道 对 所以你个人 那你个人是比较想当幕前幕后 因为他讲到 目前算幕后累 可是你还是当幕后吧 对啊幕后比较有成就感 你毕竟你操纵整个局面 说你想要呈现什么样的效果 不是说人家要你呈现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你是可以自己控制这个 节目品质 都可以 对我比较喜欢掌控那种东西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Tim 那你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 都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我很同意刚才晶晶所讲的 就是幕前幕后 我比较常就是担任幕前 而且我比较常当主持人 大学阶段我刚刚稍微想了一下 我总共当了八次主持人 八次 就是大大小小活动不同 小的可能 等一下 大学四年 是 那上下的学习 八次你就每个学习都当 平均 平均起来真的就是这样 那 其实 而且还推掉了一些 最后加起来是总共八次 那我觉得当主持人的时候是非常开心 因为我可以掌控整个气氛 而且我很享受在当下面的底下的观众 底下的参加的人员 他们因为我的讲话而高潮叠起 那活动也因为我的可能中途的串场还是怎么样 让整个活动变更增涉不少 其实我很开心 所以你是重视在跟观众的互动 是是是 没错 但其实我像刚刚晶晶讲的 有时候你幕后的一些 就是他们的一些企划 跟目前所呈现会有出路的时候 就像我们刚才也来讲就是沟通的问题 有时候你呈现的并不是当时那个企划所要呈现的 所以最理想的状况 有时候就是自己当企划 又兼做主持人 那不是更累吗 然后出包之后 整个人就毁了 就整个人就毁了 那你有出包过吗 有一次 有一次 是有一次就是办一个晚会 然后那晚会非常多人 那那次晚会大概五百多人参加 然后我就想说自己很厉害 我们那团队 大家已经办活动办三年了 然后非常厉害 都弄过了 都弄过了 标准作业程序 根本不用标准作业程序 我们想说不用彩排就上 我们居然大胆到没有彩排就上 然后整个下面整个闹成一团 没有来听我们讲话 然后结束他全部都哭了 所以这一场 你们也是有这种很棒的经验这样子 但是学习教训啊 然后之后我们就越弄越好这样子 所以你那次经验是大吉的时候啊 那一次 我忘记是大二还是大三的 大二大三 所以你后面还是有一段 末程的 没错 那那个小扁呢 你自己的经验是怎么样子 我在活动当中 你刚刚讲到你有 你是一个演员嘛 那你有没有做过幕后的动作 有啊 我当导演比较多 当导演比较多 对 就是我也比较喜欢就是去操控大家的 我们今天这三个都有操控浴游 一个喜欢操控观众 一个喜欢操控整个节目 就是因为我觉得当导演很好 你只要去任性的去要求每一个每一个 然后下面就都去做就好了 然后你只要去管演员的表情情绪有没有到 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有当演员 所以我就可能会比较好去了解到说 我要怎么去修正他们的一些动作什么的 然后当导演 但压力也会很大 因为成败人家就说这部片很烂 然后一看导演是谁 一定是先问这个 对啊 对啊 Tim讲的要掌控责任也就全在你们身上 对 那你刚刚提到你有参加那个热舞啊 热音啊 还有一个是 摄影 哦 摄影 那你在这个这些社团当中都 也是担任怎么样的角色 我在因为这些感觉都是比较 表演性质 对 热舞热音的表演性质 对 那我也就是在台 当然也是在台前啊 结果也还蛮享受那种 在台下有人欢呼的 就也会有那种小粉丝 就跑来撞像什么 你有被邀过签名吗 有 有被送过吗 有 都有 都有 所以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表演得很好 然后有人 有人鼓励你们这样子 有 其实我刚才 小平一讲我一整个 印象又整个勇响 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办一个营队 然后对象是高中生 为我们学校宣传 就是宣传招 希望他们然后填我们学校 来我们学校就读 那次营队办完之后 办完当天 有超过20个高中的女生 而且是女学生 再跟我合照 还有要签名 有跟你要MSN吗 有 而且重点是他们很多还哭了 有时候我就说不知道天哪 我对他们影响居然这么大 我很难想象 但是其实一种感动 一种肯定 因为觉得说 当这样一个活动结束之后 他们居然会流一下眼泪来 那真的是觉得说 我们的辛苦有价值 那晶晶你呢 你有没有就是办完活动以后 有人跟你说 哎 干的好 观众 营队活动比较多吗 营队活动 可是你是比较是幕后的 因为观众比较不会认识你 可能就是工作的人 会跟我讲 工作的人会跟你讲 做得好 那也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安慰啦 那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那个Tim有提到 他在那个办活动的时候 让我非常感动 是一件就是那个学生 跟他有这样一个 那么好的一个回馈 那我想请教大家 你们在办活动的时候 你们觉得 在你们内心深处 最感动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在这个活动当中 有没有一个世界上 有没有很感动 有没有十年二十年 回想起来 还会觉得说 哇 我当初有参加这个活动 真好这种感觉 你们要分享一下 小便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感动的经验 我觉得拍片就还蛮多 这种有趣的回忆的 因为拍片虽然很辛苦 就是大家有认真的一面 可是大家还会在辛苦中 就求一些乐趣 或者是会发生一些事情 比如说有一次 在公园拍片很晚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把车停在里面 结果没想到就拍完 就是过那个时间 然后车子出不去 他们那天晚上就睡在车上 睡在公园 对 睡在公园 然后我还就是从家里 然后搬棉被去给他们 然后我自己就跑去睡 所以这种很有趣的事情 对啊 然后就是不然就是还有就是 比如说还有就是我自己 比如说如果我自己当幕后的话 我曾经就是开车 可是那天我开车就傻眼 就不敢睡觉 不敢睡觉 就是很战兢的 就是开车上路 我要考虑 这城市卡还有出份是开山路 我们到高速公路要去新竹 我那知道吗 从台北出发就是临角 然后他们全神贯注 对然后我反而还很开心想说我终于过了人生第一个收费战 然后没想到 第二个我就开车一块 然后就这样过去就没给那个人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到会不会有警车来追我啊 就还好 可是大家都傻眼 阿曼有其他近期 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有趣 或者带很感动的经验 感动 有 应该算是一种突破吧 有时候自己不敢做一些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 我办一个活动 然后那个是一个营队 在一个山上的国小 然后有一个夜游 可是因为我们人很少 就是变成说 夜游它有设那个站点 就是从起点到终点 就是有一段距离 嗯 然后 因为那时候我负责的工作是 因为他们是分小队一个一个走上去 然后我工作是 确保他们 不会什么跌倒 什么那种 因为那时候很黑 然后旁边没有照明设备的安全 然后变成说我要一个人从起点 你就从那个山路走到终点 然后那个山上 你一个人吗 对 那是一个竹林 然后就这样走进去 你还蛮恐怖的 对 我也不敢走啊 可是后来硬着头皮走 对 就是硬着头皮走进去 我手彦筒带了三只 然后上去走 然后边走边点那个什么 点蜡烛 这样子 给他们看那个 就是指标 那次真的是 让你印象很深刻 非常深刻 那后来活动是怎样 叶友小朋友们要吓死 反而他们都觉得不可怕 因为人太多 然后一群走到绿嘻嘻哈哈的 然后我一个人走 我快吓死了 所以后叶友应该是要给他们说 至少一个人陪他们 对 我真的觉得应该猜拳输了一个人走 好 那我们这段节目就先到这边 那我们下一段呢 要带大家来继续探讨 这些活动咖呢 他们建了很多活动 可是学生最重要的是课业本身 那他们课业本身 有没有瞧得很好呢 还是有一些trouble的地方 那或者他们自己可以掌控得很好 那我们就先建一段广告 我们回来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赖友林 欢迎再度回到行报校园 我们刚才讨论这个活动咖 他们这三位来宾呢 他们在活动当中都有一些 很让他们感动的经验 可是除了感动的经验以外 这些好事以外 当然活动咖可能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活动太多 会让自己比如说休息不够 身体很累 或者说课业一方面就可能 比较没有办法兼顾 那可是有一些人 他是可以很好的调控时间的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三位活动咖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分配他们的时间 我们先请教一下Tim 就是因为我看你的经理 还特别打一张经历表给我 有在外面志工的经验 有在学校里面 还有在外面一些工作 还有在外面工作 还有一些办组织 活动各种活动 你这么多的活动 你怎么办法去视条你的时间 其实与与雄长不可兼得 有付出 然后有得到的 但也一定有牺牲的 那我后来 那你牺牲了什么 课业方面 但是牺牲了很大一部分 这部分就变成说 在选学分就要想清楚 哪些学分是我比较可以加清就熟 哪些学分是 可能要花比较多时间的 那最后真的到了期末的时候 我就想清楚哪些分数 是我要冲高分 哪些分数可能就过了就好了 如果全部都放一样的时间下去的话 最后一定会全部都死掉 所以就选你自己感兴趣 或是说你自己要走的那方面 诶 其实我看到你的那个资料 上面就想说 你参加那么多活动 可是你还是有一些成绩 是全班第一名 是 但是 我怎么做到的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就变成说 我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我知道这堂课 诶 教授可能对我蛮有兴趣的 就拼了这样 是 就拼了 那这样子分数整个充考 那我记得 我还大事 大事的时候有一堂课 我拿了96分 就全班最高 可是另外一课只拿60分 可是你知道一平均起来 至少成绩不会太难看 因为一定要有分数重高 因为如果全部都平平 最后持续 所以就选你要的那样东西 那静静呢 你怎么样兼顾你的课业 还是你都没有兼顾 有啦 诶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之前两个球队的集训期重叠 我变成 每天早上一到五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练橄榄球 然后就练那个早上 然后下午有三天要练球 然后有一天要重训 然后礼拜六还要打比赛 然后重点是我还要练系上的篮球队 还有三天 那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有点快受不了 你要跟职业球员有什么差别 我已经想说好 我已经把所有球队的时间都已经排好 排满了 然后最后才想到说 没有排 念书的时间 那最后呢 你让我再问了 那学习成绩怎么样 那学习成绩反而进步了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搞急跳墙 我已经想说没有办法 集训已经拼下去了 所以我就想说上课的时候 认真听 只剩下上课的时间 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学生 所以你这样反而曾经进步 我觉得上课认真听还蛮有用的 那我一年级很混啊 一年级上课都没有很认真听 考前报复家 对考前 那时候反而一年级念书念比较多 可是自己念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反而二年级压力 因为根本就没有自己念书的时间 上课很认真听 然后我们系上的课程就是比较思考性 中文系 对啊 每一题都是深论题嘛 所以你只要嘴炮得好一点 然后教授可能会喜欢你 上课认真听就知道教授我喜欢 所以你二年级 刚刚很多活动你成绩反而进步 账面上 上级的脑袋没有增加 那小扁呢 你怎么样协调你的时间 可能因为就是比如说如果 每个礼拜一定要练团嘛 然后可能就 因为我们系很多作业都是要团队合作 比如说剧本 那就大概要四或五个人一组 那大家就要讨论 讨论时间我都不行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你到底在干嘛 你到底在忙什么 这样子 然后可能 但也因为说很多课都是要团队合作 所以班上有的问题 我其实也都有这样子 那所以遇到考试 比如说有还是有那种乖学生会上课抄笔记 那我们就是巧克力 跟他借笔记 就是全班硬 所以大家都有那天书 可是那些同学上课认真的同学不会觉得不平衡吗 就是说你们都不来上课 我怎么借 有的是会这样 可是没办法 就是如果你不给我们花 我们就 人情压力 对 所以你是靠这些笔记 那我想请还想请教大家个问题 就是 就是除了念书以外啊 你们活动它其实还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那像刚才小编提到的 他们要去排戏甚至要睡在公园里面 那这是很辛苦的地方 那你们觉得刚刚那么多活动 最辛苦的在哪里 为什么 为什么会 刚刚那么多活动 然后时间排满满 然后让你觉得说很累 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小编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辛苦在于说 别人无法理解说 你总是那么忙 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就会觉得 对你就有所误解 就是不知道 就是他会觉得你可能是不负责 别人不了解你 就觉得你会不会外物太多 然后你自己本身的东西 是不是就没有顾好 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觉得很难过 因为就是其实 我也都是 已经有在尽力的就是在敲时间 然后我相信说 不是我自己这样而已 就是每个人都有既定的外物存在 所以就是要去协调 所以其实每个活动他们 其实都是很想尽力把事情做好 对 那你自己在 就是自己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跟你的同学沟通协调 其实我这个人还蛮主观的 就是我不喜欢你 我不会跟你讲那么多 那我就会 请跟我比较熟一点的同学 就是去转达说 我可能有什么事情 然后无法参与 或者说我可不可以就是私下说 先跟他讨论 然后把讨论出来的结果 再跟你们另外三个人这样讲 所以还是有一些替代的方法 那Tim呢 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在哪 其实我从来不会觉得 有时候办活动辛苦 不过身体上的劳累一定会有 有累 对真的 我记得有一次是 那次是帮研考会 他们办一个国际的研讨会 帮行政研考会他们办的 那那一次邀请各国的学者跟官员来 可是他们的飞机 因为各国都来 有东欧的 有美洲的 甚至有非洲的 那他们那些人来 他们的飞机的党 他们的班次都不一样 所以整个从第一个到 跟最后一个学者 他们之间的间隔差了两天 那我那时候担任 那一个活动的青年大使的总招 那势必我一定要在那边 整个监督 就是待两天就对了 那整个两天 在桃园机场睡了两天 可是他们来的时间 他们都是没有固定的 没有说你早上精神考的时候才来啊 有可能睡到一半就来了 那我坐在桃园机场那边待两天 我吃了漢堡王 吃了每一餐 每一餐都吃漢堡 所以不想费钱 所以每一餐都知道 从第一号餐点到最后一号上 然后在那边真的是整整两天 然后最后真的是瘫痪 可是最后 结束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学生 他说他从来没有参加过 这么棒的一个研讨会 所以中间会累 可是有成就感 真的 那晶晶呢 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时间上 比如说我没时间陪家人 有时候家里发生一些事情 你没办法 然后家人还不理解说 为什么你在学校这么忙 然后可能问 好在我有打球啊 我还可以跟他讲说我去打球啊 至少是 算是一个震荡活动 震荡活动 比如说有时候办营队 我叫他说 你在干嘛啊 你又不是什么 你中文系为什么要办这个营队 可是以前的时代没有这些活动 没办法理解 就有代沟就对了 我刚才看小冰一直点头很同意 你有这个跟家人的问题啊 就我们是还好 虽然说他们就 比如说我每个礼拜都会回去家里一趟 然后我可能很快就要走了 然后就说你 有可能是因为拍片 然后可能回来拿个衣服 然后我就又要下去 又要去台中哪里哪里哪里 那他们就不解说 你为什么就不能就好好在家里睡一觉 再出发 或者是他可能心疼我就 会就是削个水果啊 让我带上去台北啊这样子 其实父母会担心的 特别是大部分 我觉得你们应该都没有把你们行程 报告给父母的习惯吧 这基本上会不会啦 可是就是那个 会跟父母之间 他们会觉得说 会担心你们 那你们 你们这个在办活动的时候 就是我想请教 就是你们要 会怎么样跟父母讲 因为刚才小冰有提到 那听你会怎么样跟父母沟通 其实在一开始 就像刚刚晶晶所说的 我们父母亲他们那一辈 无法体会我们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活动 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学到什么 可是我觉得 毕竟他是我们的父母 我觉得 只要我们努力的沟通 以我的经验我觉得 他们是会听得进去的 告诉他说我到底想要得到些什么 甚至邀请他到你办的活动去看看 让他看看 他的儿子 他的女儿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相信 他们会以我们为奥 好呢 小冰可以邀请你父母去看你的 玩Ben啊热玩 有啊他会专程坐火车来 然后他们看感觉怎么样 他就还买一大束花送我 哇那其实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蛮支持 他们都还蛮 而且金钱上都是他们 就是无条件支柱 就是我还蛮幸运 不用说自己就是打工要死要活这样子啊 然后就是之前 在一个摄影比赛有得了一个小小奖 然后他们就听到就很开心 比我还开心 比如说我电话费 可能因为一些活动就太贵 他们就把那个月就没有念我 哈哈哈哈 就说我不是要上去陪你去那个颁奖典礼啊这样子 所以其实他们只要成果让他们看到是OK的 他们就很开心这样 好那我们这段就先停在这边 那最后我们想要问这些活动 给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既然有参加那么多活动 你们终于有很辛苦 有很开心的过程 那你们在中间 有没有想要对后来的大学生 就是可能要升上大学生 你们学弟学妹 会对他们做什么建议 在办活动的时候 或者说要参与活动的时候 或者说需要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 跟大家来讨论这个议题 欢迎再回到觉醒校园 我是主持人蓝游琳 刚才我们跟这几位活动咖 这几位同学谈到 他们在参加活动的时候 他们父亲对他的支持 那我们也想要问一下这些活动咖 那你们接下来 会有一些学弟学妹会接着上来吗 那你们办活动也是有传承的 那不能说 这个活动像谈话以前 这些办完以后就没了 那你们会怎么样 对你们学弟学妹勉励 或者说你们会劝他在办活动的时候 要怎么样心理准备 你们想静静回答一下吗 我 怎么样跟学弟学妹沟通 我希望他们顾虑家人的感受 反而因为刚刚虽然这样讲 但是我也觉得 比如说刚刚有提到说 邀请家长来看 像我也是 我出了橄榄球以外 因为家人看不懂橄榄球 不是不敢让他们看 他担心你受伤 他下一次之后 他就不会让我打球 不敢让他们看 那像篮球还是什么 活动表演什么 我妈都很喜欢来看 对啊 我是觉得要让家长知道你在干嘛 不要让活动变成说 大学生一个很糟糕的形象 说你又在办活动 然后变成说 最后变成恶性循环 说你家人都不了解我 然后我就不去跟他讲 那我们怕学弟妹 因为很多 我看很多人都这样 他很容易因为活动跟家里吵架 但是 他反而他还是要家里支持他 不然没钱啊 没地方住 对啊 我觉得跟家里沟通还蛮重要 那Tim呢 你会对接下来的学弟选美 要有什么这样的心理准备 我觉得就一句话 大学只有一次 因为每一个人 他的选择不一样 我们可能今天在场了 大家觉得说办活动 我们非常的享受 我们愿意把时间花在上面 但有一些人 他其实他的目标 或是他自己 所想做的事情 不是这样 而可能是因为看到 有学长姐这样做 才去做 而不是他们真的想做 而最后可能就后悔 我花那么多时间 办这是为了什么 那有一些人 意思是说 你要知道自己要干嘛 是 那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相反的 他可能很希望有这样的活动 很希望办活动 当活动人 但他们可能会想说 那我要过我的功课 我可能我要打工 我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过誉 我觉得就是还是一句话 就是大学真的只有一次 想要做什么 想清楚 这四五年就好好去把它 发挥下去 那小扁呢 我是觉得 大一开始一定会觉得 对任何事情都比较有新鲜感 那我觉得大一的时候 你就可以各个都去浅尝一下 然后你最后再去决定说 去找你想要的 对 然后就把活动 如果真的要办活动的话 就把活动变成一种娱乐 不要让它变成一种是负担 就是你还要 额外去承受的压力啊 或者是挫折什么的 所以你觉得你在活动当中 会承受这些东西 会 很多承受这些东西 会 每次一片片一拍完就是大哭 片一拍完就是大哭 那为什么你会有这种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反应 会有这种压力 因为要接受老师跟所有同学的评语 要接受他们检验 对 那你办其他的活动会这样子吗 其他的活动 比如说你去跳舞啊 或是玩band 那都还蛮开心的 所以还是有活动跟活动不同的 可是其实一个活动 我们说一个活动 它就是一个活动啊 它不会是说每天 每天或是说每次都有的 它可能就是那一年或是一年一度 它是一个很 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你们办完活动以后 它会有一个阶段性吗 那你们办完活动以后 不会觉得说 好像忽然没事做了 会有这种感觉吗 会有一种空调的感觉 听没有不要讲一下 我觉得我每一次都有这样的感觉 我说主持人你好厉害 怎么都讲到我心声 每一次活动 办的时候非常非常嗨 还要最高点 就最后结束那一剎那 突然 呼 什么都没了 破掉气球 所以真的像泻泻泻皮球一样 那 当下会觉得 喔好开心 如私重负 没有搞宅 还是说有搞宅也结束了 很轻松 可是 这样子一个非常悠闲的生活 过了两天 过了三天之后 我就会发现 好无聊喔 好享受以前那样子的一个 很紧凑的一个生活 然后马上不知道为什么 马上又有活动 又接过来了 所以整个就是这样 不停的循环 我觉得 空虚 紧凑 很希望空虚 可是又很希望紧凑 这样子一直不停的循环 那你觉得你这样循环了 你中间得到什么样的意义吗 你会觉得 半活动对你来讲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负面你来讲 我觉得半活动就跟吸毒一样 真的 可能跟一些人会吸烈 没办法戒掉 真的没办法戒掉 可是 真的又很享受里面的感觉 而且 重点是 我觉得有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每个人不同 像如果我们做幕后 他可能学到怎么策划的能力 台前的 你学到如何表现自己的能力 你学到如何沟通 你学到怎么跟人家沟通协调 你总之你有拿到你自己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值得了 那清清呢 你会不会有一种半活动 你会空掉的感觉 有啊 可是我很怕这种感觉 那你怎么样来 因为我常常在想说 半活动的本质是什么 我觉得大学生呢 还蛮纠细的问题 没有 就是 因为我至少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不要像我妈讲的一样说 整天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样我会觉得很糟糕 所以我会想说 大学生半活动的本质 我的目的到底是 所以我觉得 应该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出社会之后 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舞台给你呈现 比如说我想要唱歌跳舞 可是我这个破罗山 我可以上台唱歌吗 因为我出社会之后 没有人给我 没有人给我那个舞台 是 大学生还有这个特权 像我喜欢打球 可是你看我出去跟人家打职业 不可能 所以大学生才有这个舞台 所以我 半活动我觉得它就是 就是一种 让你发光发热 对对对对 让它发光发热 然后如果突然 那个活动抽离了这样 我会觉得说 好像怪怪的 我很担心这种感觉 可是也不行说 一直保持这种亢奋的状态 那身体会爆掉 对吧 听到一阵以后 有一阵休息 就是他刚讲那样子 有松有池这样子 对啊 不过那很随性啊 就是说 我喜欢我才去做 不要说逼自己去 这样反而活动会变很痛苦 所以你是觉得说 你棒活动 最主要还是给你有一种 有一种 可以发挥自己能力的一个机会 甚至说可以去学东西的机会 对对对 我想做我才去做 不要勉强自己啊 对 那小扁呢 你会不会有那种 拍完一部电影以后 算你刚才讲大哭 哭完又会有种 好像没事做的感觉 还是你都 一杀青完 当然就是 看现场就是什么灯啊 在旁边 然后觉得 唉 然后又要收了 其实我最怕不是有空虚感 是倦怠感 倦怠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镜头 可能NG了十次 我就说 随便啦 就是我很怕自己有这种反应 就已经无所谓了 但是 就是还是要要求完美 所以就是很怕自己有这种 自己也很讨厌的那种反应 所以你觉得空调是还好 是 因为空调了就是你 至少跟你一起 办这些活动的伙伴 还可以跟你聊天 然后你们还可以看那些影片啊 反正永远都有聊不完的 共同话题啦 一起办活动 都聊不完的话题 那 我想问你们 如果 再来一次的话 你们还会接那么多活动吗 经历过那么多以后 Tim你觉得呢 我深思了三秒钟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会 尽管说真的牺牲了很多 尽管自己 可能身体也稍微变差了 可能睡眠也不足 然后课业 课业也可能 顾得没有很好 可是 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 我不会后悔 如果再给我这机会 我会继续做一次 那 如果再跟你一次结合的话 你觉得你有什么地方 会 可以 有办法去改善的 嗯 我觉得我会更珍惜 我周遭的朋友 其实有时候 很 很感慨就是 当你在忙一些活动的时候 你另外一个群体的朋友 可能就没办法顾遇到他们 你可能在忙一个A活动 但你B族群 你可能以前跟你有革命情感 B活动的朋友 可能就没办法忍络他们 他们会觉得说 你怎么老是这么忙 你怎么是不是因为 有了新朋友就不要我们 哈哈哈哈 可是我觉得这是 我们其实心里都不是这样子想 可是有时候真的是 因为自己太忙 就是身不由己的感觉 太忙了 那最后就变成 没有办法 而我再给我一次 我觉得我会多 顾力一下这些朋友的感受 那靖靖呢 我 我 我应该会 更有系统人来安排这些活动 啊我还是都会参加啦 只是 就我之前参加的时候 根本就是一团乱 因为我不知道 没有理清那个东西 对啊 假设再给我一次 对对对 再给我一次 我发现以前还有很多零碎时间 都被我浪费掉了 如果那些时间拿来用的话 我也不知道身体可不可以 就是 应该会更有系统一点嘛 像之前太乱了 嗯 感觉起来就是 嗯 就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对 那小扁呢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 你会想要再参加活动吗 或者说你会想要对你的活动 做什么样的改善 我是觉得说 这些我有东西别人都剥夺不掉 那我如果有这些丰富的经验啊 然后如果把这些经验跟我的客业上做结合的话 那得到的就是创作灵感是会更多的 是有帮助 反而不是说变成是脱油品这样子 所以你是希望借个活动来更充实自己的内涵 对 好 那我们这段节目就先到这边 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我们再继续探讨更多活动咖的一些酸甜苦辣 我们待会儿回来 欢迎再回到《醒报校园》我是主持人蓝友林 我们刚才这段节目提到活动咖 在帮活动会有一种空虚感 可是除了空虚感以外 活动咖其实还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经济来源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帮活动 他可能要出去比赛 像球队要去比赛 要住宿 或者是说他要拍电影 这本身也是需要经费的 或者是说他们去一些其他地方 这都是要经费的 这个经济的问题 那我想很好奇在帮活动咖 你们到底是怎么样解决了 经济来源的问题 要不像Tim先分享一下 我觉得经济问题 你自己有去打工吗 有一些就是我们如果说 大家可以就是自己去打工 然后拿出一些钱来给这个团体 这是其中一种方式 那另外一种 其实我们比较常用就是拉赞助的方式 这样子的活动 跟某一个公司可能会有相关 就捷径所能的球啊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你们有拉赞助的经验 你怎么拉 他为什么要给你啊 其实拉赞助就是对他们也有好处 比方说像如果我们办一个音乐比赛 那音乐比赛 我们就可能打给乐器行 打给广播电台 甚至打给一些电视台 那他们可能有兴趣的 他们就会给我们各种不同赞助 很瞎的赞助 他们怎么用随便我们 等一下你们那是什么活动 为什么要扭蛋机 之前有在办就是音乐比赛 全国大专业音乐比赛 那扭蛋里面是那个小型乐器公仔之类的吗 后来我们就花脑筋去想啊 我们后来就把里面把它改成一个活动 改成是变成来参观 然后来看了我们这整个活动的历史之后 去玩 然后里面转出什么东西可以换礼物 换泡片换什么 把所有的赞助全部合在一起增加来的人 那还蛮有创意的啊 是又花脑筋啊 可是真的 这些真的都蛮实际的 但真的 我们有时候别人给什么 我们就要用什么 所以有时候自己还是真的要自己配合 就地利用啦 真的 那你们办活动的时候 学校不会补足吗 或是你看的时候演考会的 像演考会的活动 就政府出钱嘛 所以钱单就多 但是有一些是可以报仗 有些是不行 像手机费 这个没办法报的东西啊 对啊 每次办活动最烦就是联络 手机费月底都很贵 很夸张 真的 那有一些他们会补助 但就好像十五可能发票可以补助 但像刚才讲手机费 你的油钱 这些很多都技术上很困难 因为他有一些 没办法算 对不能发油票给你 也不能怎样 很多法规的问题 那金金你大部分是办学校的活动 或是球队出去比赛 大学 那你的活动都是怎么样 基本都是工费啊 工费 都是工费 反正赞助的经验大概是高中 高中我们之前有办过一个篮球比赛 然后我们也是拉赞助 我跟他讲的一样 他会给一些很奇怪 也是拉那个什么 你拿过最奇怪的东西是什么 最奇怪的东西是 我们办篮球比赛 然后我们去找一家 他给你辅球 不是 他根本 我们拉两家赞助 一家是普拉亚 他给我们那个 买皮鞋的那个礼券 买皮鞋礼券 都已经很奇怪我们拉赞助 买皮鞋都不能穿去打篮球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 急不择失 你要有个人赞助就好了 对 所以他把我们去普拉亚 然后贴在那个 篮球框上面 就有一个普拉亚的那个 赞助 然后还有一个是跟 网路游戏公司 结果他就发给我们光碟 发给什么光碟 光碟 就是那个游戏光碟 我要在干嘛 我办篮球比赛 然后他赞助我们饮料 就是 饮料是水果茶 他应该给我们运动饮料 他给我们水果茶 我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他当下很奇怪的赞助 没办法 但是像我们学弟 他们拉金双羊 他给他那个银行银行 要水 反正有赞助我们都拿 后来就当做比赛的那个礼物 对对对 就当做礼物 那小扁呢 你经济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除非办影展 不然如果拍片 都是没办法拉赞助的 然后 上下学期 可能一个人就要在 学费已经快六万 然后我们自己还要再 可能还要出个一万 然后就是很可怕 就大家就是打工死去活来 然后就是 可是就还好 像之前我在咖啡店打工 然后我们刚好那个 设定的场景在咖啡店 那我就去跟老板协调 他就很 就说好啊 然后就是这样就省了一笔钱 然后之前有一次在 要在超市拍 我们就打电话去问某某超市 他们就说 一个小时一万块 好借长币 我们付不出来啊 那我们没办法 我们最后就是只好去另外一家 用偷拍的 所以他用各种方式省钱 就是小聪明 对啊 那你刚才提到你们 会有那个 一个小时一万块 就是说你们自己的学费 除了学费之外 你要多付单钱 可是像这种东西你们会觉得 可是你们还是愿意去办活动 为什么 就是觉得自己很累 然后又好像要出钱 对啊 其实我觉得拍电影也是一种 也是像吸毒 等于付学费 真的 就是等于就在 等于在怎么样 在拿学分吧 因为你有拍 有啊 那如果你不拍的话 那你就没有学分拿 所以就是没办法啦 但是如果有兴趣的人 他也是就真的会很热衷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很不负责任 就在旁边纳量 反正我只要给你钱就好 那我想我问一个问题 你们说每个人都要出钱 可是有没有遇到那种不出的 不出的 就是办活动说 就我进来帮忙 为什么还要出钱这样子 对 像我有一次经验就是 其实也不算啦 就是有一些朋友 其实他们经济相对是比较 比较没有这么富裕 或者说他打工的钱比较不够 他可能有其他 可能要养女朋友 可能有什么 养女朋友 对很多 就各种各种人都会有 那有时候真的就像 一开始我讲的 沟通协调就很重要 比方说我们这次活动 我们大家讲好 一次每个人要拿五百块 要拿五千块 甚至多少钱出来 那有些人可能 我没那么多 那我们可不可以怎么省 怎么样 就真的用其他方式来 这种东西最后一定还是要有公事 不然一定有人要离开 对 亲兄弟要明算这样 真的真的 一般一定会出问题 那经济有没有遇过这种问题 第一件事情是我要处理的话 可能就是 我要去沟通 我沟通那最后失败 就是我要垫钱 所以你自己垫很多 所以没有人想要当总招 你当总招 可能像这种学生活动 我们一开始是有讲好 在可能行钱的时候 投票决定说 这个交的钱是大家都认可的 但是有人不来开会 到时候就说 我没有投票 听下有怨念 这种人 然后变成说 我要私下去跟他沟通 尽量私下解决 然后 那个费用沟多一点 就是不差他一个没交钱 就是活动先顺利进行为主 那私下他没交钱 能够不要让别人知道 不要让别人知道 这也是顾他的面子 顾 顾那个别人会说 我有交到什么他没交 然后到最后大家都 对啊 所以 就是保密 那除了这种钱以外 你们 其实我觉得工作分配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会发现说 一个团体 或是一个活动当中 会有人做的要是要活 可是有些人看起来好像 每天 每次都来放去 不知道他在干嘛 你有没有遇过那种 欸 他擦活动他也跟着你们去 可是他好像 没什么出力的 那种感觉 你们会 会不会遇到这种人 有没有遇到 金金要不要讲一下 我 我常遇到 我常遇到 对啊 一次活动那么多人 一定会有这种游手好选 对啊 那你们会怎么样跟他沟通协调 没有什么沟通协调 因为你活动在进行啊 所以我就去把他 没做的事情做完 就是这样 就是自己跳出来 不然你在 已经去林队 还在吵架 这样子很奇怪 最主要是活动进行 对我都以活动 顺利为主啊 这种人就是以后 不要给他干 至少一个活动 看清楚这个人 对 我觉得他已经付出代价了 他有手好选 他就要付出 有手好选这个形象的代价 那小扁呢 你又遇到这种 就拍片当中 或者说你在跳舞啊 在你的过程当中 遇到这种 你们工作分配 或怎么协调 工作分配 其实大部分 还是才自愿时的 但就是可能 就会有人有 发出声音说 你当过这个职位 那就轮流当嘛 可是那个人可能 他不适合 或是他没有兴趣当 还是被迫 就是走上这一条路 那他就当得很 好无奈 他就当得很不开心 所以就当然做得也不会很完美 那别人就反而 还是会去针对他的缺点 去指责他 他就会怪他 可是他自己也觉得很委屈 对 因为他并不想 然后我们也不会就是 当下说就是吵架 我们也会是 所有事情都结束完 我们开个检讨会 然后就说 你怎样你怎样 然后后来那个人受不了 他决定这学期要转学 可是检讨会还蛮吊诡的 我觉得检讨会有时候开完以后 也就是下次活动有没有改进 像你办那么多次活动 你觉得每次开检讨会有用吗 其实检讨会有时候 后来如果是成功 如果是成功的活动 我们就觉得 庆功宴 就叫庆功宴 但假如是失败了 就变成检讨会 因为这有很重要 到底是什么是检讨会 什么是庆功宴 有时候自己也搞不清楚 但我觉得每次都是一个教训 像刚刚晶晶讲说 有一些人没有 每次都没有做事情 然后就变成一个不良的记录 我觉得我们办活动的族群 其实好像一个人力资源公司 你这一个人 你这一次你只要没有做好活动 其实我们下次再跟你合作的可能性 就会大大下降 大家会知道 那一个人在哪一次活动 做过怎么样事情 其实穿很快 大家有在玩活动 整个同一个族群间 穿消息穿很快 那一个人以后 也就不会在那边混下去 所以我们不用什么好担心 人只会去无存心 越来越好而已 好 非常谢谢这三位同学 跟我们分享 他们活动卡的一个经验 这些经验 都对我们非常的有帮助 那我们1230显报现场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欢迎各位观众 下次再收看我们的 《觉醒消息节目》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会